我觉得我从小就属于舞台 别人都说 脚大走天下 我这双在中国都找不到适合自己旅行的无敌大脚 却带着我迈向了一国领土 深呼吸 原来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比尔盖茨一眨眼便赚一百美元的国家 难道这里就是藏着我人生宝藏的地方吗 15岁那一年 因为我中国母亲和美国继父的跨国之恋 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也是因为他们这段罗密欧与中英台式的进化恋 我在网上也渐渐被人熟知 可能我是这个数码时代的灰姑娘吧 也就是因为这个流行趋势 我们这些无名小草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脱颖而出 说实话 我并没有写所天赋 也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 长相更是普通至极 这也就是我平生最头痛的一个发展角度 近年来 我获得的突如其来的关注度让我不知所措 然而 这正是我所具有的光辉点 这下我知道 我完蛋了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上了战场 不知从何开始 我渐渐变成了一位女汉子 还是一位重感情的女汉子 自己留了半辈子的小学情书 我很喜欢怀念过去 可是 我这样的女孩子 很多人都猜不到我还主动追求过男孩子 是啊 可能从小就有那种充劲吧 看到自己可以追求的 无论整个过程有多么坎坷 我都要看看自己是否可以达到想要的目的地 欢迎收看美龄工作室的周末看点节目 我是主播金美玲 职场如战场 可我这个从半路杀过来的 中文水平留在初中等级 英文还要慢慢赶过来 没有受过专业不应教育过的我 却走进了这个光辉的世界里 因此台下我要花上比别人多上几倍的时间 可我总是惊喜地发现 原来 原来我普通的文字和声音可以吸引到这么多的网友粉丝 我经常和喜欢我的网友粉丝们互动 可有的时候 我甚至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恢复 曾有很多人都问我 我为什么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 不知为什么 我总是觉得尊重是相互的 可是 我真的没有能力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我 凡事都有两面性 人也是一样 可在无助的时候 黑暗的一面就 I'm cold very cold Nobody cares what I've been going through People People are so evil 啊 那是什么 好刺眼 刺动了我的眼睛 这 这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我受不了了 我要彻底瓦解了 你这个死八婆 你长得这么难看 你还做什么明星人 做什么 你那个文章也那么烂 还当什么网络猴人了 你这个死八婆 当中国人 这么小就出了 你不够自我 你这个卖国贼 你这个卖国贼 你这个卖 其实 我和别人一样 都有梦想和现实 可能 冥冥之中 我这个温度约达22度的小导体 有对中国的眷恋 更有对中美之间搭建小桥的期望 我父亲永远说 我的父亲永远说 我比生活更大 可是 每个人的起点不同 每个人的新年更不同 而我 从小就被人看不起 I was 还记得在我十二岁那一年 差点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热血沸腾的骨子里却沁透着绝望的冰冷 手腕上的鲜血反衬着飘雪的纯净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 可是我知道 人生路漫漫 无论这条路有多么难走 你既然选择了就要继续前行 唯独在你放弃的那一刻 你才会输 别人怎么说你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 一个人总在意和大众一样 那你也就会很普通 你给我一个人生的舞台 我就要还你一个专属我个人的域名 谁也复制不了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声音 那个声音就是听自己 可是我还是在黑暗里挣扎着 我在挣扎着 在我内心里却有两个声音 我太天真 我太黑暗 我还是非常冷 啊 闪光灯又照到了我的眼睛 它会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吗 居然 居然有人伸出了手 请救救我 请救救我 灯光下的它 真的很美 我的妈妈 这就是我的妈妈 她为了我 走过不少崎岖不平的山路 然而 她却把我带上了这前程四锦的阶梯 虽然说 要想走完这条路 自己要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 你可曾想过有多少人的帮助 才会让一个人走向成功大道吗 而我的父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总是这样对我说 你要学会如何推销你自己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毛遂自荐 你只能永远做一个普通人 也就很难脱颖而出 今天来访我们中做事的嘉宾很特别 他就是 无论我曾采访过多少中外名人 还是做过多少美国文化去世的报道 当我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虽然那个自信的我受过累累 在我的脑海里却没有忘记那些人 很多中国的旅客 在来访美国芝加哥的海军马头的时候 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 还有那些伤害我的 他们教会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站本脚跟 一转眼 我已经活了22年了 我不能说我征服了这个世界 但是我很肯定地说 我很勇敢 勇敢地做了自己 无论有多少人仰慕你 自己的父母永远都是最忠实的粉丝 她是我美丽而又坚强的妈妈 而她隐姓埋名 但一直都是我人生最无私的支持者 我人生的仰慕者之一 就是我的美国父亲 因为她的话 总是让我感到一丝眼痛 她曾说 女儿啊 你知道我今生最怕的是什么吗 我怕 我怕在你成功的那一刻 我却只能在天堂里 微笑着 看着你 爸爸放心吧 我这个小金子 一定会有闪亮的一天 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都会吃天食 终有一天你会吃你 酸甜苦辣咸后 你才知道人生的百味 为人生谱许的过程很艰辛 但那也可以是一种享受 哪怕是零下22度 我心中的那束温暖的阳光 总是会暖洋洋的 照着那个内心的我 真实的我 真实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